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小妹妹 这些蔬果虽然卖相不太好 可能太大太小 形状歪斜 表皮磨损 色泽也不够漂亮 但是啊 他们都是农友诱心种出来的哦 营养价值跟美味都不打折扣 美丽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买菜的时候 很少看到卖相不好的蔬果 那是因为零售商和通路为了掌控农产品的状况 只接收外表美观 规格一致的产品 以方便品质的管理 久了 大家都习惯只买卖相好的蔬果 不好看的根本连进入通路的资格都没有 那些卖相不好的蔬果又去了哪里呢 这个嘛 有些产量较大 有余力的农友 通常会自行将农产品加工 例如做成果酱后再次换售 但是有许多只能赔钱再卖 或是喂猪喂鸡 或送亲友灵机 自行消化食用 有的就干脆不采收 因为不符合成本 任其在农地腐烂 也有的在产地就被丢弃 不但造成浪费 也增加了农友与土地的成本哦 好可惜哦 而且这样也很浪费 大家挑选蔬果的时候 还是习惯挑漂亮 卖相好的 可是这些可都是无毒无农药的作物啊 只是因为卖相不好看就被嫌弃 我会再多介绍一些朋友来光顾的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们看 一整个上午 我的摊位都没什么生意 连租金都快护不起了 这些和那些我全都要了 这么有意义的事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哦 萝卜好好吃哦 玉米也好好吃 通通都好好吃耶 对啊 不但很好吃 而且料理过后根本也看不出来哪里丑啊 如果蔡阿姨的摊位收起来的话 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有了 我们可以想办法帮助蔡阿姨 嗯 嗯 好 就这么办吧 等一下吃饱 我们就来想一想 呀 那我们赶快吃吧 喂 来啊来啊 来 你看看啊 来吧 就是你们了 像爱心的番茄 像人生的白萝卜 像猴子的梨子 美丽ously 你怎么会把这些 长得特别奇怪的蔬果 放在第一排呢 这样会不会吓跑来逛四级的人啊 不会啦 我爸爸说挑几个有特色的 放在最明显的位置 说不定可以吸引大家的目光啊 人总是好奇的嘛 对啊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主导的明星商品哦 明星商品 你们真有创意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这样行销啊 然后再这样 现在的人都很注重养生 我们可以强调这些蔬果 虽然丑丑的 但都是在地有限的农作物 没错 要让大家知道 这些蔬果虽然不好看 但是这些农作物可都是非常健康美味 我们也可以将这些蔬果打成果汁 让大家试喝 真是个好主意 这样一来也可以吸引客群 增加购买力 哦 妈妈 你看那个马铃薯 它长得好奇怪哦 您好 这些都是在地无毒友善的蔬果 虽然卖相没那么好 但是营养价值跟美味完全不打折扣哦 而且我们正在举行试喝活动 请试喝看看 现打的保证新鲜哦 真不错 好好喝啊 那是什么 这些蔬果都没有农药哦 我也要喝 我也要喝 对于粮食 我们都该多一点用心 少一点浪费 珍惜在地 友善的农产品 这样能为健康加分 也能与地球共生 谢谢大家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